我们明了这桩思绪 把它翻过来 我们延迟戒律 别人不吃 我自己吃 修留和尽 不希望别人对我留和 我对一切人一定留和 留和尽戒律 都不是叫别人学的 佛教我学 我要学 与别人不相干 这就对了 那么我们持戒 别人破戒 甚至于还劝我破戒 我要不要听他的 听他的 犯无间罪业的罪过 将来堕地狱的时候怎么办 这个事情是真的 不是假的 那么比丘 遇到这些事情 怎么处置 灵蛇生命 也不能破 破戒 根本戒 就是最普通的 无戒 不杀 不杀 不偷盗 不盈欲 不忘语 再加个不饮求 那这个无戒 是根本大戒 出家 不但学这个 必修有二十 年半五十条戒 通通要遵守 那么现前的社会 出家人不谈戒律了 谈戒律 机会很多 真正想学佛的 无论在家出家 自己好好学 绝不要求别人 别人做不做 与我不相干 听到了 见到了 决定不能批判 不能批评 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就好 懂得什么叫独身棋身 槽 心里